Hello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故事是这样的 前一阵子啊我的工作室的伙伴跟我请了长假 然后他居然想要把工作室的电脑给带走 这样我对家才可以工作啊 嗯好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啦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平常在工作室当当工具人还可以 如果以后要我绕了大半个台湾 结果插把个记忆体就搞定的话 我应该会忍不住把一条8G折成两条4G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诞生了 希望可以让小萌新们了解电脑的基本组装 那如果刚好可以救救广大的工具人同胞们就太好了 那为了验证看完影片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组一台电脑 待会我会手把手的教他现场组装 那组装是真的 有没有机会手把手就看个人的造化咯 这次啊组装地点在我家的客厅 当工具人还可以不用出门 我也算是窄窄记的模范神了吧 接下来我想花个一分钟来说明一下 待会我们要做什么 组装电脑其实很简单 主机里最核心的板子就做主机板 既然要插电自然会有一个电源供应器 接下来就很简单啦 大部分的零组件都要和主机板相连 也要插电 所以至少会有两条线 包含3.5寸的机械硬碟 2.5寸的固态硬碟 快要秘诀的光碟机 以及已经败入额眉派的软碟机 由于解法都一样 今天就先用一颗硬碟来示范就好 这样的话线会少很多 到此为止 你已经会组电脑咯 因为主机里就真的长这样 这是主机板 这是电源 这是硬碟 没了 是不是玩安全一模一样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仔细看看主机板 一般来说主机板上会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中央处理器CPU 它负责大部分的运算 可以说是整台主机的大脑了 CPU运作的时候会发热 所以上方会覆盖一个风扇来帮助它散热 旁边这里是插记忆体的 通常会有2或4个插槽 这里是PCIe插槽 通常是拿来插显卡的 好这样就组完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直接来开箱和最重要的实测吧 首先是机壳 这次使用的是微星MPG系列的Sekira 500G 全金属法斯纹搭配金色边框 我超喜欢这个配色的 强化玻璃做成纤门式的非常方便 也支援到最大尺寸的主机板 上方该有的功能都有 另外还有灯效切换键 还有四组USB 3.1 这些线材待会接到主机板上就可以用了 算是延长线的概念 前方有两个20公分超大风扇 这个进气量绝对不用担心 上方的风扇位没有预装风扇 所以我另外装了三个发光风扇 选用微星自家的 看起来会比较一致 这款500系列的机壳 它有三种款式可以选 有最右边的银边版500P 还有前玻璃加发光风扇版的500X 这款真的非常适合喜欢光骸 和开机时不介意有北极熊哭声的玩家 那我自己是选了比较有质感的 全金属法斯纹设计 比较符合我温良工简让爱爱内含光的气质 接下来是主机板 这次用的是微星MPG系列 Z390 Gaming Pro Carbon AC 算是中高规的等级啰 上层是主机板本体 下层是说明书和线材 这次组装比较简单 大部分的线材都用不到 只会用到接硬碟的SATA线 针对光害流的玩家 有贴心的附上RGB延长线 有WiFi需求的话 可以再插上这个天线座 跟一般的主机板比起来 它多了非常多的金属铠甲 这些都是帮助散热用的散热甲 像我这种平常习惯把插头拔光光 生怕走火的恐慌症患者来说 这种有附散热甲的主机板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 我想这应该就是想结婚的感觉 碳纤维纹路式板 插槽也都有用金属包覆强化 还内建RGB7彩霓虹灯 如果以上都没有让你觉得想架 那它支援15组USB和内建WiFi和蓝牙 是不是超动心的 再来是CPU 这次使用的是地表最强游戏CPU i9-9900K的进化版 i9-9900KS 老实说这个包装真的惊呆我了 我印象中的CPU盒应该长这样 这是什么浮夸的钻石包装 求婚我想是不太可能啦 但求交往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少我愿意 而且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才顺利的打开 它密合度真的蛮高的 一般版的i9-9900K也是8核心 也同样可以自动超频到5G 但其实只有一个核心能够达到这个速度 这次的i9-9900KS 不但把基础频率提升到4G 连自动超频都是真正的全核5G 完全就是地表最强CPU又在超进化的概念 8核心 十六执行序 喜欢玩3A大作的玩家 或是影音转档剪辑工作者 这颗全核5G的CPU会非常适合你 不过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啦 第一个是高效能自然会比较热 这次用的CPU风扇可能会压不太住 未来有机会的话再上个水冷应该会比较好 第二是它的保固只有一年 但是因为这个钻石盒有机会让我脱单 万一真的换到一辈子的话 那其实还蛮划算的耶 第三毫无疑问就是价位啦 别看它小小一片 这样要台币17000块 换算下来一瓶大约是4000万左右 这一瓶应该真的可以求婚了吧 安装也很简单 先把主机板放在绝缘软电上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放在主机板的外盒上 拉起CPU做的小拉杆打开保护盖 就可以把CPU放进去啰 不用担心会放错 这里有小箭头标示方向 CPU两侧已有防呆设计 盖上金属盖 压下拉杆的时候保护盖会自动弹起来 只要注意不要被吓到就可以了 好啦这样就安装完成啰 接下来是记忆体 这次使用的是芝奇的皇家级DDR4-3600 原本我以为这是最不需要开箱的东西 但是看到本人我才发现它比相亲照还要好看 怎么样是不是那三个字又差点脱口而出了呢 我愿意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我决定拿出我现意中的记忆体来当炮灰 一般记忆体应该是裸条 效能好一点的就会有散热甲 但就浮夸的包装和造型是什么邪魔歪道 电镀镜面 钻石切割 插上之后还会看到钻石在发光 意图使人求婚 完全就是被记忆体耽误的珠宝公司嘛 这样一想 推出和记忆体合拍艺术照什么的 突然都可以接受了呢 记忆体的组装应该是整台电脑最容易的部分 打开记忆体槽上下方的卡扣 对着插槽插下去就可以了 一样有防呆 反过来装的话孔位是不合的 不用担心插错 确认好方向之后 直直的插下去就可以了 按下去的时候卡扣会自动扣上 从侧面看可以确认有没有完全插进去 如果预计插两条 那从外侧开始插第一和第三槽来跑双通道会比较快 这里我就直接四条插满 一共32G的双通道 这样就完成啰 超简单的吧 接下来我想先装固态硬碟 这种M.2介面的好处是不用另外接线 非常的方便 这里我使用Intel的760P 512GB 那每一张主机板的M.2插槽位置都不一样 微信这张有两个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散热夹的下方 我选择装在散热夹下方 因为盖上散热夹之后 它就可以帮下面的硬碟散热了 M.2的缺点就是容易热 太热导致降速的话 就失去固态硬碟的高速优势了 斜斜的对准插槽插进去就可以咯 不用担心插反 它也有防呆 按下去锁上螺丝 这个是主机板附的非常小颗 通常是单独包装 千万不要弄丢咯 这个真的不太好买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装回去了 背面有导热胶 撕下离形纸 对其原位盖上去锁好 就搞定咯 那既然主机板提供了两个M.2插槽 当然是插好插满啦 最多就在装一个微钢的1TB当作游戏碟 现在的游戏动不动着50G 100G 不知道这颗1TB可以撑多久 那这颗固态硬碟有附了 有总比没有好的薄薄散热片 所以就将就着贴上吧 接下来就可以把主机板放到机壳里了 确认好主机板的所有螺丝孔和机壳的同柱 有没有完全对齐 9个都要对到喔 对到就可以轻轻地放进去了 锁上所有的螺丝就完成啰 接下来装CPU风扇 CPU附的那种就真的很好装 连导热膏都预先上好了 那如果CPU名字里面有一个K的 这种都要另外购买风扇 风扇都会附导热膏 适量就可以了 大约是小指指甲的一坨 太多太少都会让导热效果变差喔 只要用量正确的话 各种涂法的最终效果都一样 误差都在1度C以内 这些都有广大的闲者们实测过了 撕掉保护膜 散热塔对准CPU压上去 锁紧螺丝 装上风扇本体就完成啰 记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撞到记忆体 也顺便再欣赏一次这个浮夸的镜面 装好主机板就可以把机壳附的延长线材都插一插了 所有孔位都有防呆 说明书也有图文攻略 最麻烦的就是主机开关那些小小的接头 拿出自拍的攻略来放大看 可以插得比较轻松喔 接下来可以插显卡了 这次使用的是微星的RTS 2080 Super Gaming X Trial 高阶的2080系列核心 虽然效能还是比不上2080 Ti啦 但2080 Super已经可以让大部分的游戏跑4K了 三风扇的设计也可以有效的降温 金属背板也可以防止显卡弯板 而且是超美的双向法斯纹 就算上机之后露出这个美背也完全没有问题 组装也很简单 把PCIe插槽的挡板拆下来 显卡插定位会听到咖一声 锁上刚才拆下来的螺丝就完成咯 如果没有这个螺丝的话 机壳都会附 这张显示卡还附了支撑架来防止弯板 我服役了三年的微星1070已经弯成这样了 这次终于有金属背板了 那这里我不打算装这个支架 而是另外准备了微星自家的全透明发光支架 可以自由调整高度来配合不同的显卡 接下来是3.5寸的机械硬碟 这款机可是做成托盘式的 把硬碟扣进托盘里 放回滑轨扣上这样就可以了 插上SATA线来连接硬碟和主机板 可以看到主机板这一头在装显卡之前 就先插上会比较方便 最后装上电源供应器 因为CPU和显卡真的非常的高阶 所以电源真的不能马虎 我这里用到了850W的金牌全模组电源 锁紧螺丝 插上硬碟的SATA电源 主机板的24PIN电源 还有CPU电源 这张主机板是8加4PIN的规格 还有显卡 这张是双8PIN的电源 那这里要特别注意 虽然一条电源线已经有两个8PIN插头了 但我建议还是接两条独立的线会比较好 尤其是高阶显卡 只用一条线真的会非常危险 画面上它装完之后 我有换成两条独立的线以免恐慌症又发作 这样就组装完成啰 最后整理一下线材 尤其是这款机壳的真面也是全透明 我真的整理了好久才让它终于可以见公婆 装上侧板 它是玻璃材质的千万不能手滑 你再继续了 你再继续了 也知道 譬如这监空 有线材质 音樂錄音 接下來就是上機實測囉 我們先來幫硬體刨一些分數 我會拿我服役的三年多的電腦 也是我現役工作主機來對比 CPU是i7-6700K 顯示卡是GTS 1070 這個規格在當時是非常主流 算是中高階的配備了 至少到現在2020年 我在製作影片或者是遊戲直播錄影的時候都還蠻順的 還沒有想要換掉它的念頭 首先是顯卡跑分 使用的軟體是3DMark 在Steam特價的時候超級便宜 這次跑的是3DMark裡面的Time Spy測試 版本是1.1版 測試過程中會播放幾段動畫 然後幫CPU和顯卡都評分 最特別的是 跑完之後可以跟大家比較 看看自己電腦的PR值是多少 大家應該都被PR值荼毒的超熟悉了吧 這個動畫是有劇情的喔 但是這裡我就先跳過了 最後得分是11067分 顯示卡11051 CPU11164 相較於我現役的電腦來說 顯示卡進步81% CPU進步108% 變成兩倍以上的效能耶 真的非常的誇張 然後我非常好奇的點了一下那個排行 PR值居然是92 請問前面7%的人用的是會飛天的量子電腦嗎 接下來是日常使用 生產力工具 以及數位編輯這三方面的綜合測試 使用的軟體是PCMark 版本是第10版 模擬的是日常使用的時候 多開視窗和瀏覽器啊 然後Word和Excel的多開編輯 還有照片修圖和影像渲染等等 連修圖都測試到真的太貼心了吧 最後得到的分數是7773分 相較於我現役的電腦進步了45% 而且在三項成績裡 數位編輯的部分進步幅度最大 應該是因為多核又高頻的關係吧 到這裡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先輸出前半部的組裝畫面了 同一部影片用相同的設定檔來輸出10分鐘的單軌4K影片 i9900KS只要9分58秒就輸出完成了 而我現役的工作主機是22分44秒 2.2倍速度啊 其實我現在頻道裡已經有幾部影片是用新電腦做的了 用過之後完全回不去了 欸奇怪我不覺得我電腦本來有這麼差啊 接下來是記憶體測試 這次使用微星的主機板 就是因為微星在超頻的領域裡面絕對是第一名 目前記憶體超頻的首位世界紀錄 也是由微星團隊和芝奇記憶體共同創下的 那這裡我就先不多抄了 我只是用記憶體標示的3600MHz來跑就好 測試結果是每秒讀取48000,寫入53000 Copy48000 這太多位數了真的不太好念 那我三年前組的時候用的頻率是2400MHz的 相較之下進步了35-45% 那待會兒遊戲實測的時候 也會選一款比較吃記憶體的遊戲來測 預告一下那個結果真的非常驚人 接下來是遊戲實測 待會兒畫面上會出現這些即時資訊 这是使用的显示卡以及当下的FPS 视频段跑得顺不顺的最直观的数字 这是显示卡核心的使用率 以及显示卡记忆体的使用量 这是使用的CPU还有CPU的即时温度 那下面这一大堆是每个核心执行序的使用率还有速度 用来监测有没有CPU在发呆或是降速 下面这项是系统记忆体的使用量 最后则是FPS的波动 好老样子拿我现役的工作机来当炮灰吧 我已经看开了 以下所有游戏的设定都是1080P 画质量特效都是全开最高 首先第一款是常驻Steam Top 5的GTA V 这款游戏是出了名的神优化 就算是中阶显卡跑起来也不会卡 那高阶显卡的话可以有144LPS以上的绝佳游戏体验 在这里两台主机LPS平均是149比74 以101%的翻倍领先完成碾压 而且GTA V的测试画面非常的长 在过程中完全没有过热降频的现象 第二款是众生平等奥德赛 很有名的硬体杀手 不管是高阶卡还是中低阶卡 跑起来都不会太顺 一如既往的众生平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神优化啦 基本上想要达到144或120H是相当有难度的 在这个游戏里平均FPS是88比54 有67%的进步 不过可以看到I7 6700K几乎已经是满载了 可是I9 9900KS使用率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在清潜中就完成碾压了 接下来是我身边的人都在玩的游戏 神仙求生去挂 想要在满场的瞬移神仙和爆头外挂下存活下来 游戏不跑顺一点是不行的 扣除在飞机上的画面 平均FPS是176比109 有61%的大幅度进步 不过这种类型的网络游戏 其实不需要超多的核心啦 可以看到I9 9900KS有部分的核心使用率是个位数的 它就只是在一旁纳凉看神仙打架而已 比起多核心啊 这个游戏是更看重记忆体的 所以我另外做了一个测试 现在画面两边都是使用I9 9900KS搭配2080 Super 但是左边是使用2400MHz的记忆体 右边是3600MHz 结果LPS居然就进步了快40耶 如果是重度吃鸡的玩家 使用高时迈的记忆体绝对是超级有感的升级哦 接下来是20系列显示卡的主打强项 光线追踪 它可以让画面呈现最真实的光影效果 像是各个游戏里不是很常出现这种锐利边缘的影子吗 但是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常见 尤其是像这里 物据远远小于相距 投射到地上的影子边缘一定是模糊的 这种锐利的边缘 其实是事先设定好的影子 完全没有考量到现实中的光漫射 但是20系列显卡的光线追踪 可以捕捉光的真实路径 有没有 这里的影子本来就应该要像这样才对啊 整个游戏场景变得像在看电影一样 真的非常逼真 我体验光追的这个游戏是《决胜时刻》《现代战争》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款有支援光追的游戏 我玩了四天 把故事模式的所有难度都破了一次 根本精神时光雾 玩起来超级有代入感的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显示卡的记忆体 在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使用量已经来到了7G多了喔 也就是说虽然20全系列显卡都有支援光追 可是2060的记忆体只有6G 跑光追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够 如果想要唱完光追的话 我建议至少要使用2060 Super以上的8GB显卡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组装的评测 我觉得非常的成功 上次我组电脑的时候啊 我也有让纳迪亚组 结果他一开始就在有防呆的情况下 还是把CPU给装坏了 这次的组装连硬体杀手纳迪亚都成功了 你们一定没有问题的喔 那今天这台电脑已经非常接近顶规了 然后测试结果也让我大开眼界 虽然微信还没有出水冷啦 可是我已经在官网上看到水冷的图了 如果以后真的出了的话 我应该会入手来完成今天的微信信仰主机 这里要特别感谢厂商们的赞助 虽然说是赞助啦 可是今天我选用的零组件 都是我自己组电脑的时候会使用的品牌和规格喔 如果未来我真的用一体求婚成功的话 我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究竟哪一款可以顺利脱单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